每日一百字 歇心 读心 明心 原来开悟这么简单 你要懂楞言一千日 让我们一起共同学习 各位大家好 今天是苗董楞言一千日 第254 经文段落如下 如睡 如虫睡人 眠熟床阵 其家有人 于比睡时 祷恋聪明 其人梦中 闻 冲倒身 别作他物 或为几股 或为壮东 急于梦时 自怪其中为牧师相 于时呼悟 传之楚音 自告家人 我正梦时 或此充音 将为古相 阿难 世人梦中 起意静遥 开地充色 其行虽媚 闻性不昏 众乳行销 命光牵械 此性云合为乳消灭 萧文如下 讨练 聪明 聪明是指导米去康 成为洁净的白米 呼悟 在此是指忽然清醒的意思 传之楚音 传是指迅速的意思 楚音是指目处击倒在石板或石旧的声音 在此表示 立即知道所听到的声音为 目处击倒之音 今日的主题为 旧闻性是音长 也就是闻性常处和声音是有所生灭 以上是今日的萧文 接下来恭请建规法师为我们慈悲开示 各位全球云端共修的学员 大家好 今天是苗董论言一千日 第二百五十四日 我们要继续谈阿南的这个问题 阿南问 佛陀讲 以因同果 那因地的诀 要跟果地的明目是相应的 那但是呢 为什么 在第二决定义的时候 佛陀要让大家从六根来修 究竟之果呢 因为这个六根明明就是断灭的因 那怎么可能去得到如来的常住之果呢 佛陀呢 他其实就举了一个很日常的生活当中的例子 就是请罗侯罗壮钟 好 那壮钟之后呢 就从壮钟这件事情 让阿南和大众去观察 到底是声音有声灭 还是闻性有声灭 好 那结论就是 声于闻中自有声灭 非为辱闻有声有灭 就是声音在听的时候 你听到有声音 没声音 他有他的声灭的法则 因为他生成的特性就是声灭的 但是不是你的文性 有声有灭 声音生 声音灭 但是呢 文性不是唯有唯无 他并没有有跟无 声音有有跟无 但是文性没有有跟无 好 那如果你搞不清楚 就会以为 现在呢 请你修六根 就你就把这个跟啊 当成是像声音 像耳根一样的一种生灭的现象 才会说是用断灭为音来修 不生不灭为果 所以这叫做以长为断 其实现在呢 阿南佛陀要大家修的是文性 是六根的本质是这个见性 文性 这个是常住的 而且是不生不灭的 所以他不是断灭 但是你把文性当成像生成一样的 一种断灭之因 那就是错的 所以啊 不应该说文无性 那这个呢 就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的观念 是生成有生有灭 文性是不生不灭 佛陀就在举文性怎么样的不生不灭呢 就举了一个半夜睡觉的例子 他这里举的例子叫做如众睡人 就是睡得很熟很熟 那大家呢 其实也曾经在半夜睡得很熟的时候呢 很深沉的睡眠当中 眠手床枕 就是睡得很熟 在家里的床座上 这睡得很熟 那这时候呢 家里有人 其家有人与比睡时 祷恋聪明 这家里面呢 有人呢 在你睡觉的时候 他还在聪明 这聪明的声音是 咚咚咚咚咚咚咚 那结果呢 这睡觉的人呢 他应该是睡觉 应该没听到啊 结果他的文性就听到了 其人梦中 闻冲倒声 别做他物 或为几股 或为壮中 基于梦时 自怪其中 为目时想 那所以呢 他在睡觉 结果他听到了 这个文性没有睡觉 是身体睡觉 所以呢 文性 听到了 这个冲倒之声 结果因为他的 不是在清醒的 他是在梦中 所以呢 他听 接收到了这个讯息之后呢 这意识啊 误判以为 这个咚咚咚的声音呢 是别件事情 可能是什么 有人在击鼓 或者是有人在状中 他就把他在梦中呢 转换成另外一种境界 所以呢 他把A变成B 那这个过程呢 他是收到了同一种声音 只是在这个声音的解读上 他用了另外一种声音来套用 另外一种物品来套用同一个声音 那请问他是不是就是接受到声音的 听到这个声音的 好 等到他醒过来 于时呼悟 喘至楚音 自告家人 我正梦时 获此冲音 将为古响 他说呢 哎呀 我醒过来啊 就突然就知道 啊 原来 恍然大悟 他不是壮钟 也不是敲鼓 而是冲倒之声 原来啊 他是在冲米 就是在把这个米啊 把它跟壳 把它分开 所以用锤的 那这个锤的这个动作呢 叫做冲 冲倒之声啊 他会有这个 咚咚咚的声音 可是呢 他在梦中不知道是 冲米之声啊 而把它当成是敲鼓的声音 一样是咚咚咚的声音啊 所以呢 啊 原来啊 这是什么 这个就是 我们自己在睡觉的时候啊 哎 以为这是梦 梦中的声音呢 其实是现实当中 就有这个声音啊 好 那佛陀就讲啊 世人梦中 其意动 其意尽咬开 必通色 其行虽媚 文姓不昏 就是这个人呢 在睡觉的时候啊 在梦中啊 他怎么会知道 哎 是确定什么声音呢 他并没有 是在梦中去回想 而是呢 他虽然在睡觉 其行虽媚 但是呢 他现场还在收音啊 谁在收音呢 收的是当场的这个聪明之声 所以表示呢 他人在睡觉啊 可是他的文姓 没有睡觉啊 并没有昏沉 他不是在梦中啊 回忆起 以前啊 有人敲过钟声 有人敲过鼓声 所以呢 他把他带到梦中啊 他是现场的收音 把他变成 转变成 中骨的声音 好 众乳行销 命光牵械 此性云和 微乳消灭 所以可知啊 即使你现在啊 已经失去了这个生命 你这一生结束了 因为生老病死啊 他一定有一定的生命 牵械 好 但是呢 这个不生不灭的本性啊 他不会随着生老病死而消失 所以此性云和 微乳消灭 好 他的意思就是 文姓 是不随生灭而生灭 他是不生不灭 所以这一生呢 死了之后呢 你的文姓在不在啊 还在 好 有生有灭的行 他会随着不同的因缘而变化 好 那我们就要知道啊 现在佛陀要安然修的 就是这个不生不灭的文姓 而不是生灭的根 或者是尘 好 以上呢 就是这一段佛陀举例 我们在睡觉是一个例子 第二个 往生也是一个例子 好 那不管是睡觉也好 往生也好 这个身体不作用 意识已经没有在起作用了 这时候呢 文姓是还在的 因此呢 我们就要了解 佛陀现在所说的根性啊 并不是断灭的根 而是根性 这个不生不灭的根性 好 那看看有没有什么问题 师父阿弥陀佛 我是法帝清清 我今晚要分享个人学佛的变化 来对应今天的经文 耳之浓冲 无关文姓 在今年三月 踏进产宴学佛之前 我 头脑简单 很习惯的使用我的六根 到处攀岩 因此常常都被外境牵着鼻子走 日子过得有苦有热 但是这个苦乐也不会停留太久 因为外境一直在变化 我的六根也一直在攀岩 我就这样子不知不觉的过了一甲子 真是苦不知苦 乐不知乐 那学佛之后 才知道自己的感官叫做六根 外在的人事物地 称作六成 根层接触产生六事 彼此交互作用产生相 我最大的说获就是佛说的 还所有相 皆是希望是生命 既是生命 我就觉得好像没有什么好执着了 有了这一层体会之后 我的日子变得更随眼 人际关系也更联融 懂得分享 不再斤斤计较 笑容也比较多 感觉有一点像在离苦得乐了 那就我个人学活前后的变化 我觉得在我的六十岁以前 我是个生文人 而且我是用心地学习 或许是内心深处的真如本性 受到佛法的启蒙 我现在反而 闻所人闻 我的文性并没有随着 我的岁月流逝而生寐 所以这个就是我个人的经验 就如同经文所说的 耳之冲 耳之融冲 无关文性 声音有声内 但文性常住 圆满周篇 然而佛法无边 个人学佛虽然有一点点小的进展 我的困惑还是很多 所以我要请教师傅 所谓见性文性 是不是我们最深处的心性 六根的修行虽然殊途 但最终总是会同归于心性的作用 是这样子的吗 因为佛说万法一新 修行就是要修心 所以假设你能够修心 就能够为六根所复用 那第二个问题是 六根有生命 文性常住 那当我们往生的时候 我们的文性见性 到哪里去呢 我这一点就一直想不透 请师傅慈悲开示 谢谢清清的分享 那的确呢 刚刚开始修行 他好像呢 在这个人生经历了所有的岁月之后呢 更有一些不同的体会 那凡事啊 就是有一个因缘法在变化 这个时间呢 这个时间呢 到了就是要学佛 他就一下子啊 突然好像进入了另外一个世界一样 但是事实上呢 我们刚才所说啊 文道的方法 或者是方便 有多种 可能每一个人的得度因缘都不同 但是都是殊途同归 有的人是眼睛看到 有的人是耳朵听闻 有的人是心有所感 有的人是因为 某一个人的接引 或者是某一个生命的事件冲击 但是不管是什么缘 到最后呢 就是回归到心性 这个心呢 在不同的经典当中 有不同的名词 有的地方讲真如 有的地方讲自性 有的地方说法身 有的地方说本来念慕 那不管是什么名词 其实它指的就是本心本性 佛法是心法 它会帮助我们去明白自己的心 如果不明白自己的心 而始终都在忘心当中 坚持不舍 那纵使你知道很多的名词 你还是没办法回归到本心 所以在这里呢 恭喜清清找到一个回头的路 回家的路 这个回家呢 其实本来就在家 只是我们以为自己迷路 只是以为自己是在外面 好像没有一个归宿 就像我们现在 就是身体是我的 我以为是我的 好像心是要住在这个身体 才叫做有心的作用 有文性的作用 所以当我们想到 有一天如果这个身体没了 就像我们现在 如果没有房子住 那不是 岂不是成为游民了吗 就变成了 在这个世界当上飘荡 那我到底要去哪里 这个其实是我们一直 根深蒂固的疑惑 文性啊 不生不灭 那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 它长什么样子呢 它在我们的身体里面 我们至少还可以抓得到 我的身体是什么样子 我还可以说 我这某某人 我叫做这个某某 那我是哪个地方的人 我活了几岁 我是男 是女 是有形有相 可以捉摸 可是这个心呢 在这一切的生灭的尘 这一切的身体 如果没有了 那到底是谁呢 到底是什么呢 是怎么存在呢 人死之后还存在吗 存在是用什么形式 在存在呢 这的确是一个 非常重要的问题 但是啊 却不是用推论 就可以得知 因为这个就是我们要 能够实际上去修炼 在修炼当中 我们会先碰到 自己的执着 就像我们现在 说腿痛是虚妄的 可是明明腿就很痛啊 生病是虚妄的 明明生病就很辛苦啊 好 那这个一切都是虚妄的 可是我们碰到这一些虚妄 凡所有相见是虚妄 却是没有办法理解 什么叫做虚妄 他讲的虚妄不是 没有这回事 而是他是有生有灭 这个生灭呢 他不会永远 好 那我们的心 是永远都在 所以在人的时候 就好好的做人 把人做好 那人有很多种等级 有很多种层次 好 那最重要的 人有长相不同 还有心性的不同 但是在这个心的修炼当中 我们这一生的因缘是人 那下一生呢 会有另外一种缘起 那或者是 如果今天我们已经修炼成佛菩萨 成一个自在的人 自在呢 就可以让我们怎样 因以合身得度 极限合身 你想要变成 你想要变成什么也可以 你想要不变成什么也可以 但是我们啊 很难很自在的去思考这个问题 因为我们现在被困在现有的人的身体 这就是我的啊 这个色身明明就是我的 那我坏掉了怎么办呢 到底是有还是没有呢 那事实上呢 这里佛陀的答案里面也谈到 在前面 波斯利王的问题里面 其实也谈到 文性是不生不灭 那纵使我的身形 我的意识是会生灭的 那纵使是如此啊 命光牵械之后 此性依然长存 而且他更清楚 所以佛陀才会对这个世界这么的清楚 那我们是局限在 这一个小小的肉体 所以什么都看不清 甚至于有时候啊 我们用我们的智商 去思考佛的智商 你是没办法理解 你没办法理解他 我们永远呢 不知道天地有多大 因为我们现在能够看到的 就是现在小小的这个色神当中 所能够思考探索得到的时空 所以世界有多大呢 你得要放下自己现在的这个形 乃至于这个区 身区啊 你要现实的去知道啊 我们有局限性 我们的确呢 很难去体会什么叫做不可思议 那但是透过修行 好可以把这个啊 有肉的肉身 有肉的五蕴之身 来转变成无肉的不生不灭的法身 那自然到你明白的时候 就可以知道心到底会在哪里 那这是一个好问题 但是这是要修正 修到后来呢 你最后就会没有疑惑 那这就是不明 不明就是悟 好以上呢 谢谢清清的问题 师父吉祥 接下来我想对于今天经文的内容 对于经文文性的一个理解 做一个小小的分享 就是说 当我们渐渐入眠而沉睡的时候 在睡梦中是迷惑不清的 是没有办法记得什么是动静通色 耳根到底有没有作用呢 此时外面若有声响皮鲁打雷 在睡梦中因错觉而听到的 可能是在看几股表演 那若是碰到地震 在梦中可能是在玩荡秋千 因为晃来晃去的 那佛陀要告诉我们的是 当身体在睡梦中时 耳根当中那个寥寥长枝 不昏昧的文性是不会消灭的 即便是我们的肉体 身躯已经面临死亡 就好比住房屋 这间屋子坏了 再迁到另一间屋子 这个身躯坏了 再迁到另外一个身躯 而六根当中不生不灭的文性 绝对是永远存在的 我们的六根是生面跟不生面的和和体 不会随你的身躯而消灭 佛陀说 当六根被回光返照 不迷不取不动 正念真如的时候 它变成是真实的 在这里想请教师傅 对于这段经文内容 我的理解是否正确呢 另外一个问题请教师傅 怎么样才能够让我们 时常昏昧不清的六根 回光返照呢 以上分享 请建卫法师慈悲干事 阿弥陀佛 我们如果每天都是 关心关心 每天禅修 那这个修行啊 有两个方向 一个就是随缘了就业 另外一个是切莫照新秧 随缘就是我们过去的一切啊 都会发生 今天出现的所有的缘 都是自己过去所有累积下来的 非天非人所能见语 甘心甘受都无元素 我们碰到了 善的因缘也是过去的缘 现在成熟 恶的缘分也是现在的缘成熟 那这个成熟的时候呢 我们就记得就接受它 面对它 然后呢 不要把它变成我们的心的烦恼 那这是第一 就是随缘 第二呢 当我们每天都在这个清静的心 文性不昏的状态 觉知 觉察 觉照 这个时候呢 新的因缘 就在 此时此刻 我们就从声 口 意的清静 开始 发生 好 我们过去呢 也许会遇到一些不好的缘 但是呢 再一次见面的时候 我们常常会带着自己过去的恶业 或者是带着过去的成见 然后重新再面对 还是用过去的模式 这叫做轮回 那如果我们现在误到了真心 知道以前啊 都是用妄想 放下妄想 要重新启用真心 当下就可以回复清静 所以我们要每个瞬间呢 要怎么样能够 用得上呢 就是你要发愿 每一个当下 我们都安住在当下 当母祖师讲啊 内心无喘 外息诸源 所有的攀缘 你都开始来 让他歇息 不要再干扰 我们的清静的心 内心无喘 就是心当中呢 不要让他有片刻的懈怠 或者是片刻的妄想 让他发生 心如墙壁 可以入道 所以这是四句 这四句里面呢 包括我们每天遇到的缘 这叫做随缘 随缘不攀缘 随缘不攀缘 不要再增加新的过失 这叫做外息诸源 内心 内心无喘 你的心能够随时安住在自己的本性当中 随时让自己的决心现前 那你就不断的练习 刚刚开始很困难 但是一回生 二回熟 现在能够有 现在能够有一分钟的决心 那就一分钟的决心 能够保持五分钟 没有杂念 没有妄念 那我们就保持五分钟 没有杂念 没有妄念 人在哪里 心在哪里 做什么事 都是专注 在这个当下 没有这个过去的挂面 我刚才那个人 他跟我讲什么 我早知道我就要这样回他 我气得要命 他竟然伤害我 我下次如果再遇到这个人 我一定要对他怎样又怎样 那你都是在过去心跟未来心 等到碰到的时候又不一样 所以永远就是在那个地方 过去现在未来打一堆妄想 那这就是浪费你的时间 那很简单 当下狂心顿邪 邪及菩提 你的心呢 就安住在当下 好好的去观察 有些人呢 是情绪很激动 所以呢 他就在那个情绪当中呢 绕不出来 你还是能够安安静静的 看着这个情绪在变化 有些人呢 是妄想很多 被害妄想症 或者是呢 很多的分裂 人格分裂 他一个动作啊 他就把你解释的很多 很多故事书跑出来 那你如果有这种状态 要常常啊 要让自己的杂念妄念少一点 不要想那么多 这想那么多呢 到最后呢 到底是不是真的 你如果心想事成呢 那不是就完蛋了吗 所以呢 我们的妄想啊 又常常都是幻想 都是不实的 然后又都是负面的 到最后呢 自害 有害人 所以你要用这个决心啊 现在听了 愣眼睛 愣眼睛就讲 你的文性不昏啊 你为什么每次都要去找那个昏尘的呢 你就让这个文性 可以产生作用 而不要让那个事 让那个偏差的妄想 来主导你的人生 就是这样 所以很简单 我们没办法做到梦中做主 但是至少在醒的时候做主 慢慢的醒的时候随时都做主 有一天呢 你在梦中也不会颠倒 那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功夫 凡事呢 你要相信自己的当下 你愿意现在开始 你就有多少的把握 一切呢 都只能在当下守住你的真心 心如墙壁可以入道 以上呢 是回答美玲的问题